謝偉俊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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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事務局局長 財經事務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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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同報告的建議 並會就各項的實質建議 考慮如何跟進落實 在過去的一年 政府是逐步落實委員會的建議 包括在今年的8月 將指引上載行政長官辦公室的網頁 讓公眾查閱 政府當局也正積極地跟進如下的建議 據我們向發展局了解 邀請發展局局長 出席土地供應講座的智庫 在發出邀請的時候 向發展局表示 希望活動是可以閉門進行 以促進坦誠的意見交流 而出席者 亦是以個人的身份自由表達意見 發展局局長尊重 並同意智庫的建議安排 發展局沒有公開有關智庫 和講座的具體資料 是考慮到主辦機構事前 和發展局的協議 而該機構亦表示 以上的業縣並未改變 此外 該局是若果收到社會人士 根據公開資料守則 要求該局提交資料 是會按守則的規定處理 當中也須考慮牽涉的第三者資料 另外 發展局目前 沒有收到申訴專員 就此事的查詢 如有是會向申訴專員解釋 該自負和發展局 就講座安排的協議 為進一步促進和市民的溝通 在過去十年 政府推出多項新的資訊服務 包括各部門會定期更新網頁 更多運用資訊科技 例如Facebook 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等等 以方便市民進一步了解部門的工作 和取得有用的資訊 謝偉俊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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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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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偉俊議員 保安局局長 公開所有我們政府有關的工作 目的就是希望市民大眾進一步去認識 理解政府的施政和措施 其實香港是享有高度的新聞自由 這個自由是給得上我們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 我們和大眾傳媒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一個非常互動的關係 我們從政府的角度就是希望以最全面 最整體對於社會的考量 來去看看怎樣更好去發佈資訊 亦都因為這樣過去十年一直是增加不同的溝通 和傳媒之間互動的渠道 此外亦都是單以新聞發佈會來講 其實過去幾年每年都是舉辦一千個的新聞發佈會 這個是未包括其他一些 又是上千甚至是數以一些萬計的 可能是之間的傳媒的查詢的工作入面 所以從數字本身已經是體現到 我們本身是對於資訊發放那方面 整體推進的工作